今天晚上我们来继续聊土共中国的经济情况 究竟有多糟糕 糟糕到什么程度 被这个习包子 这个蠢货 这个败家子 搞得中国现在经济都不像样子 我从苏林开始说起 这个苏林 我很久以前已经聊它了 我说这个张静东到处想卖 到处想找人接盘 找了半天没人愿意接盘 找阿里 很多年前的阿里已经是苏林的股东来的 第二大股东 苏林一直经济 本来苏林的模式就有点日落西山 就做的不是太好 本来网络购物像这种网上平台已经发展得很好 苏林这种基本上本来就日落西山 到处早上接盘 到最后没办法 死了很多阴招 这个张静东 我给大家爆料 我们也来爆料革命 当时他开个股东大会说 这个企业小了是个人的 大了是国家的 其实当时已经在威胁国家了 说你看苏林现在28万人是国家的 你这个国家都没说要的 是吧 国家都没说要了 他主动说你看苏林是国家的 什么意思 你看就是威胁国家 你看我这么多工人 你还不管管我 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个张静东这个意思 然后就上周终于扯淡扯了半天 又找江苏省委 省委书记又下去给他开会 开了半天 搞了个一个月左右吧 就停拍了 准备挣个八斤 就看看谈下来个结果 究竟谁谁把苏林接了个盘 实在撑不下去了 张静东说 然后江苏省委说没钱 我告诉大家 暗地里他说江苏省 什么交通集团要接盘 上两天还这么说的 结果江苏省没钱 一分钱拿不出来 江苏省 江苏省也不想接着烂货 这苏林就是烂货 我都说了 国家不想要 他妈你弄塞给国家 靠你个妈 所以就是 好笑啊 协调了半天啊 然后没个结果啊 张静东就急的 本来到星期天呢 没个结果怎么办呢 然后张静东又死了阴招 我告诉大家张静东又死了啥阴招 张静东还有一张牌 张牌是什么呢 就是江苏省足球队 足球队为什么 为什么是一张牌 我告诉大家 因为足球这个玩意 是很关键的 就习近平上台 如果你早几年 你关注政治里知道 就习包子了 他蠢货想搞足球 当时是15年 2月27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18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 第十四会议啊 就是这个会议啊 审议并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这是目前你看高度评价 唯一一份就单一体育运动项目 由深改小组审议并通过的方案 啊 就是云云啊 就反复修改啊 就涵盖什么什么体育设施等等等等 史无前例 啊 当时习包子还去踢足球了 大家看过了 玩意没有 习包子做的每一样成的 我告诉你 啊 你不要说什么拜登川普 我告诉你真正真正能搞砸中国 不是川普啊 真正能搞砸中共的 你放了个一万个心 我告诉大家啊 真正能搞砸中共的就这习包子 大家一定要拥护习包子 继续做中国的皇帝啊 继续当总书记啊 除了习习包子以外 我们谁都不认啊 必须是这样 这个这个是 这个蠢窝 再让他当即年中共肯定完蛋啊 所以大家全力支持 总加速师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 那不是什么川普啊 我告诉你们啊 最大希望是习包子 习包子做没一样长的 你们看呗 那一带一路啊 那撒逼啊 千年计划 你看没有一样真正最后成的 我告诉你 他扯么扯个狗蛋的 那一带一路 你拿一带一路的 拿个钱 起码砸了有个几千个亿美元 对吧 这一带一路 当初你就不要砸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简单的很 你拿去欧洲买地来日本买地 整个北海道都被你买完了几千个亿 你把日本北海道买下来呗 把四国买下来呗 把九州买下来的 你可以买下几个市 我告诉你在日本 你可以买下半个日本 你可以买买下多少个欧洲城堡 我告诉你 在搞搞民宿都赚那个钱 买下几个欧洲城堡 买下几块大大地 都是收产权的嘛 买几块地的嘛 比你一带一路强多了 去了 我告诉你 比你这么投那些什么非洲 什么狗矿 有意思多了 因为你不要看那些狗矿 因为细胞子也是小龙思想 他想不懂的 他以为有矿就 非洲那种狗地方 他真正能赚钱 西方殖民者早赚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赚 就你想到有个矿 人家欧美就想不到有个矿 就扯淡嘛 就是啥也不会做 感觉弄个矿啊 简单做多墩都能赚钱 就是这么简单嘛 就是就是这样 什么一带一路啊 我们说说回这足球啊 当时他才想搞足球 我告诉你 这这前几年呢 这中共还有点钱呢 15年14年13年的时候 意气风发了 当时大傻必可 可跟现在不一样 我告诉你 前几年 当时是去英国大傻必 我都忘了 反正跟什么时候了 反正很久之前啊 就习包子还跟英女王吃饭呢 那跟去英国大傻必 也当时可有钱 可风光了 到现在格调越来越低 现在只能撒个非洲国家了 是吧 其实越傻越低 到最后实在不行 只能收买几个留学生 穷哈哈苦哈哈的 在在外面的留学生 是吧 在游行思维两下 收买几个华人大妈 到最后你看是吧 格调越来越低 可以这么说 然后再搞几个间谍 搞几个读书不成的啊 你去给我偷点东西 反正读书读不成了啊 给我偷点东西 回大陆啊 就这么玩 就没一样长 不走不走 不好好走路 老走歪路啊 就是这样 什么贸易战啊 香港台湾 我告诉你 本来蔡英文 马上就要下台了 他妈的 不就是你搞了个香港 把蔡英文搞上去了 我告诉你 把人他人气都搞上去 本来蔡英文 马上要下台了 就是他搞了个香港 就把蔡英文搞上去 把台湾整个搞台独了 几十年的统战 统战了几十年 本来马上台湾的 马上要输入郎中了 韩国瑜一上市就完了 就他搞啥 不断断搞什么香港 你过两年再搞不去吗 你搞不懂的 熊安 熊安现在没了尾了 影子都看不见了 脱贫好家伙 脱贫嘛 脱贫强制宣布脱贫成功 是吧 就这么玩的 没办法 足球不好弄啊 足球不能强行说成功啊 外面哪个大赛 你都拿不了奖啊 踢哪里 你都不成功啊 对吧 中国足球就是个烂东西 赶紧关掉算 苏鼎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把江苏队关了啊 我看了一下 他江苏队关这个消息啊 他妈下面3.4个点赞 3.4万个点赞 大家就点赞 你赶紧关啊 中国不要再砸钱 搞什么足球了 乱七八糟 你把砸足球的钱好好去扶贫啊 去搞搞老人家的福利啊 教育 搞搞教育 搞搞搞搞养老啊 还不如搞搞医疗啊 对吧 哎呀 但最近这足球是全砸了 反正细胞是搞什么砸什么 天津泰达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足球队也是砸了啊 反正在苏联就这个情况啊 江苏省不不想 这到最后啊 今天公布出来了 就就他最后关头 他不行了 今天星期天了 今天今天再搞不好 明天又要开盘怎么办 啊 这张静东使个阴招啊 就把足球队停了啊 昨天宣布啊 我足球 哎呀 细胞子一看啊 打细胞子的脸 我告诉你 这就打细胞子脸 那当时细胞子很重视足球的玩意 他当时是是那个 你看当时万达不是也收购马进了 没看足球的人不知道啊 呃 还有一个是那个 心灰娱乐 心灰娱乐的公司 我打过几十交道呢 哎呦 他他我跟也是个潮潮帮啊 呃 当时打过几个交道 他买了那个西甲 西甲有个西班牙人啊 足球队 那当时可可及恒大恒大也搞足球 就全都给习近平拍马屁来的嘛 啊 就拍马屁嘛 主要是 呃 然后现在就就想打习近平的脸嘛 就就看势头不对 哎呀 赶紧安排 安排了什么呢 哎呀 我就给张金龙安排了一个深圳 搞了异常复杂 现在搞把公司搞的乱七八糟 非常分裂啊 呃 江苏省一块啊 就深圳啊 可能要要在深圳是一个总部啊 你看江苏省搞不定 你在江苏一个公司 你江苏都不搞了 搞搞到搞到深圳去啊 深圳深圳市还拿不出钱 要请到深圳市深圳国际啊 深圳国际是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呃背后背景极为复杂啊 但是主要是深圳市政府以控制的一个公司啊 因为他旗下的物流员主要是做物流的 物流高速公路啊 都是深圳市政府自己的小金户嘛 设在香港啊 香港上市公司 就哎呀 回来把把他赶紧赶紧把把这火灭了啊 就就就这么安排啊 所以就现在就是深圳找了个深圳国际这么个公司来接盘 呃呀 但是钱你 呃 你先把股权交出来啊 把基本上就张金龙就没剩下多少股权了啊 剩下的一点点 呃 深圳国际接盘 接了盘之后 呃 钱你以为给你张金龙啊 钱要全部拿回公司来 张金龙可能拿回一点点钱 我猜的啊 这个就是我猜的里面钱怎么分配的 这个是高度机密啊 反正在苏林这个情况是 现在转不了身啊 但是暂时燃眉之急先先给他办了啊 就是这个江苏省主要反映出来江苏省 他妈的 一个这么大个省一个苏林救不下来 然后搞到深圳市去去救 你看现在这个有些 你说熟深圳的还是熟熟江苏呗 搞得异常复杂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 那就 短时间内好一点 比之前要好一点 这些之前没人意旧啊 就反正 整了半天啊 喊了半天喊天喊地 也终于有人呢 把他先接住啊 毕竟有个20多万员工啊 你不救他也不行啊 所以就是大而不能倒 就是这样啊 中央最烦的就是这种 其实 大家就扯 扯完这个 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你看现在中国财政很困难 困难 我连银行都这么困难 我可能我觉得是 由于疫情的很多人还不起钱 我找了一家银行大家看看 今年啊 2021年有三家银行提出要融资 分别是这个青岛银行啊 就要融资50个亿 江苏银行要融资148个亿啊 呃 宁波银行要融资120个亿 一定要在股市里面配股 配股里面就有道道了 我跟你们说啊 配股这三家银行都是高度折价啊 啊 一个青岛银行啊 他要折价30% 就是他按照原价他卖不出去 那个股份没验尿 他低价低到什么程度 我就就现在的股价五毛多啊 他要三毛三毛五块多啊 这折价三块多卖 不然人家都不卖啊 就高度折价来配股 你想想哎呦 这真的是日了个狗了 里面的股东都日了个狗了 啊反正折价配股 这个很损的啊 就是 就是大家 大家要融资啊 然后就大家伙要融资 现在折价嘛 折价低价你买不买啊 不买别人买 那就很很损的 这一招我告诉你 呃最吓人的是 淋波银行 淋波银行折价50% 就是半价卖股票啊 你的股东们赶紧来买啊 就就搞成这样 淋波银行 我我给你们说说 这上市融融资融融了一大票啊 呃 但以前还好 但是你作为银行 你想想本来银行 就是吸收存款 你银行 你好好的银行 银行正常来讲 都是稳赚不赔的 你想想 本来你就吸收存款 然后带点款 你想想是吧 银行亏钱亏到哪里去了 很简单 有人不还钱的呗 他正常还款 银行是汉脑保收的 对吧 就现在就没样 这也不还钱 你看看这节奏 淋波银行2010年的时候 曾经融资44个亿 以前就不咋的 你看2010年已经要融资了 2014年的时候 融资31个亿 这以前还好 几十个亿啊 隔个几年 但是你看2020年的时候 融资80个亿 然后2021年又要融资120个亿 就是最近 就是这个疫情 你看马上融资200个亿 去年融了80还不够 今年继续120 而且是折价 你公司股票的 当然想卖高价的 对不对 那些就叫折价50% 实败股票 你想想 这是多多阴 多多惨啊 对吧 还有啊 不单只银行 还有券商 这个中信证券啊 这个大券商啊 全国最大的券商 啊 现在要宣布 要融资280个亿 就 就你们这些一群做金融的 和闹宝 的时候的 拿着一大堆 离票票 要钱的 你们还要来融资 怎么回事 你说 是吧 而且现在股票行情不错 上这么多新股 股票交易也挺多的 你搞的一个个了 还来股市融资 你这个什么节奏 这是 是吧 就 呃 这个 今年啊 就 这个 是有 几 啊 去年啊 去年 山西证券啊 国海证券 天峰证券 国园证券 东吴证券 五家券商 配股啊 合计245.67亿元 也就是此次中信证券一家的 配股金额就超出了去年 五家券商 配置总 金额的总和 280个亿 啊 中信证券这个点毛也是 你看 2020 从2003年在A股上市以来 中信证券先后于2006年 2007年 2020年先后进行三次增发 募集金额分别为46.45 250 134.7 啊 募集 募集 募 累计募集金额合计430个亿算上 啊 首发啊 18个亿啊 算上这次如果要用280个亿 就这个中信证券从上从股市里面就融融资融了730个亿 全部是股民的钱700多个亿 那你还赚了做什么你做做这么多年利润利税啊 怎么就 你没有这么多你搞了700多个亿你分红有分700多个亿吗 没有 是吧 所以都扯淡啊 就 哎 说说了一通啊 就是 主要就是主要还是还是骂这个细胞子 骂骂这个骂这个 批击扯扯啊 现在就这个情况啊 啊 到处没钱 啊 那就 这个视频现在可以觉得有点意思点赞 订阅分享 拜拜